可以嗎? 可以嗎? 等一下,等一下 好,等一等 你說什麼? 你講這個 你講完,我先講一下 你講 我先開頭 你開頭 好,各位傳媒朋友 剛才我和歐樂卿議員嘗試進入會議室 當然進入會議室是有我們的原因和理解 剛才提到我們對於主席裁決 認為兩個會是同一個會 全體委員會和大會是同一個會的說法 我們覺得很莫名其妙 這個正正顯出他們自打嘴巴 我先交給歐樂卿講一講 我們的理據 後來我再補充其他觀點 謝謝 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為何我們有理據進入會議廳議室 是因為 看到在立法會議室規則裏面 全體委員會的會議 法定人數 為包括主席在內的20名委員 換言之 第一條和1A條 是定義了兩種會議 而是有不同的法定人數 所以根本在條例裏面 已經是把大會和全體委員會 分成兩個會議了 而根據議事規則 在主席說要趕走議員之後 是應該 只是在會議中不讓他再回來 但是在之後的會議是可以回來的 所以現在我們理解為 是應該可以回到會議廳 但是主席似乎誤解了 議事規則裏面的規條 所以我們在嚴正要求 梁君彥 是應該給我們五名議員進入議事廳 審議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 我覺得那個重點就是 我相信梁君彥有可能 好像歐立興那樣誤解 但是我更加相信他是刻意這樣做的 梁君彥 移動龍門 作為主席都不是一個新鮮事 他每次裁決都有獨特的標準 因應對泛民和建制同一個會 都有不同的標準 更何況今次隔了幾個月的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很明顯講明 是兩個會 當日他們正正是這樣 才要改那個法庭人數 這個合理化自己改法庭人數 當時我們抵抗反對 不應該是同一個會 竟然主席那時候 和建制派是說兩個會 好了今天搬到石頭 扔自己腳了 他又縮回頭了 又說不是的 是一個會來的 這是什麼主席呢 我另外想補充兩點 一個就是 就著昨天發生的事件 大家知道 我和林卓廷都受了傷 我主要是左手 肩膀 教位 和手肘 以至我的腰部受傷 拉傷了 確診了也有醫療報告 我覺得這件事很不幸 因為我看到有國安同事受傷 我們在醫院都撞到他 他都是去馬例 我和林卓廷 我即時上前去慰問他 這個是很不幸的一個衝突 而我們和國安同事 是不應該有衝突的 所以你看到我剛才和歐樂軒 我都不是主動想去衝擊他們 包括昨天的會議 我們都是沒有主動衝擊過的 我們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我們是不認同主席的裁決 因此我們不服從主席的裁決 在和他爭議的過程中 就已經有order 要求保安同事把我們搬走 而我們從來沒有攻擊過任何人 我們只是一消極抵抗 我不願意離開 在過程中 有機會是拉邪到襟衣 受傷的保安同事都很坦白 他弄傷的原因 因為他箍著林卓廷的手 抱得很實要幾個人抬他 抬他 抬的過程中 拉到他自己那裡 很明顯這個是實況 就不是我們撞到保安同事 反而因為他要執行職務的時候 不幸地就受了傷害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執行職務呢 講到底都是主席的裁決 錯誤以秘書處的指示 不合理不公平 讓他們做了整件事的磨心 我覺得是很不幸的 而我過去其實一直跟立法會大樓 所有為我們服務的同事 都是儘量表示一種和充共濟 我是以同事相稱的 因為我們真的在一起工作 那他們受傷我是很不願意見到的 那昨天我知道所謂有報警事件 其實我們都有想過的 我們一聽到這個消息 我和林卓廷已經有人建議 你們是不是你都報警啊 你們受傷 我們最終決定不報警 有原因的 其實根據現在他們報警的理據 其實本身已經很薄弱的 第一就是他們其實根據所謂第十九條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第十九條的B 就是說襲擊、干擾、騷擾、抗拒或妨礙 任何正在執行職務的立法會人員 但是同一條裡面的A 放在它之前呢 其實那個寫法很清晰的 就是任何人 任何人襲擊、妨礙、騷擾、任何前往 或離開會議範圍 或在會議廳範圍內的任何議員 或席武力 或恐嚇嘗試強迫任何議員 宣佈、贊成或反對立法會 或任何委員會的代議、動議 或事項都是違法的 那就是闊到什麼地步呢 我昨天其實是在席議員來的 我當時 埋到林卓廷身邊 我只是覺得主席的裁決不公道 我們一直在虧程他 我嘗試保護他 我覺得他的裁決不對 希望有得爭議 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保安同事呢 就收到的order 就過來先動我們幾個 我們作為在席議員 所以你聽到我 不斷地叫我 我是在席議員來的 你怎麼動我呢 過去呢 大家如果要留意呢 以前的做法就是 會過來勸與在席議員走開 不要再去做事 那會用更多的時間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有機會呢 在這個勸議 或者拉扯的過程中 主席認為那個保護 另一個議員的議員同事 都是違反議事規則 予以警告 然後到最後 都是行使權力驅逐他 應該是這樣 昨天沒有做任何這些事情 我作為在席同事 一進去 第一個就動我們 就咬我的手 向後面 咬傷了我們 如果我呢 根據這個理解呢 其實我是可以報警 不過呢 我是很不想呢 這樣做 而針對了 第一身是誰呢 就是咬我的手的同事 不是梁君彥 不是陳維安 這些始作俑者 我是做不出 我覺得 我跟林聖霖商量過誤 我真的不是想針對保護同事 當然 到最終 是不是真的會有什麼刑事結果 我不知道 但是這樣做呢 很明顯他們有機會 要面對上法庭 而他只不過是履行職務 但是職務 過程中他接收了一個 極不合理 違反規則 甚至違法的order 那我覺得沒有 就是冤有頭債有主 就是沒有來找到他們出氣 所以我們昨天決定沒有報警 就算 現在 秘書處 陳維安 主席 走去報警 去控告我們 我們有機會面對 在刑事之下 我們都沒有這樣反擊 這個是我們的原因 最後 講多一點就是 昨天那個同事的情況 我們見到都是很不舒服的 我們都希望他早日康復 也都呼籲各位 保安同事 就是我們知道 你面對很大的壓力 知道的 但是都 大家都用常理去判斷 最重要的是 呼籲秘書處 保安組的主事人 以至立法會的主席 不要再 下這樣的order 讓 70個同事 其實都是議會的組成部分 不要讓我們 為我們服務的同事 和議會本身組成的議員 面對一個對立面的衝突 裡面 我理解立法會 現在 其實 一直以來的做法就是 希望警方 隨便進來立法會 執法 因為這樣其實是損害了 立法會的自主性和尊嚴 但是 李慧琼和梁君彥 兩個隨便來 叫警察進來執法 很明顯他們其實 是沒有看清楚 究竟立法會的體統 應該是怎樣去維護 我覺得他們其實 並不應該 隨便來去利用警方 作為他們 達成政治目的的行為 我自己覺得 他們一定是借點耳 找個借口合理化 行管會說了 那就報 不過 我想提醒他們 他們忽略了一個法理理由 如果他們還記得 早前 梁振英對馬兆祥案 是判了的 權力及特權條例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其實是 沒有理由規範議員的 因為這條條例 是保障議會的運作順利 議會的組成 就是70位議員 有什麼理由 現在的條例 所講的事情 你是想著 倒回頭 這條保障立法會議員 行使權力的特權 以至令到議會暢順 包括投票 議政言論自由等等 一籃子的討論 在這個條例裡面 是確保我們的權利 竟然 現在你撿著一言半語 來反咬我們 長毛那次案是贏了的 當然現在 律政司上訴 但是我希望他們 都有一些少少 法理常識 立法會來的 做立法會議員 你少少法理確定沒有 你最少都看一下 那件案的終極判決是怎樣 不要麻擦策認 現在我就告你 行管會大了 這個一定是錯的 好 是按照 According to the House rule number one, it has define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as they have the minimum of the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is 35. And there is also another rule which also defines the meeting right now is the whole committee which is 1A. It defines the minimum member of Legislative Council to participate in is 20. So that even the House rule has clearly defined it is two different meetings. So why the President has the right to have a judgement that it is the same meeting so that we are not eligible to go into the chamber to make our speech. I think it is unfair. And this newly revised rules and regulation was based on the amendment a few months before. And if we try to recall the pro-government camp emphasised that the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and the council are two different meetings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a different quorum level. But now they try to play a double standard and said oh no it is a same meeting so as to expel the Legislative councillor to get in the chamber. That is ridiculous and outrageous. I think the President is almost going crazy because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in the chamber should be settled in the chamber amo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we ha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he has the authority to execute. Actually we are all expelled by his authority but he tried to call the police and ignore there is a former case which is still in dispute and appeal. So I think Andrew Leung's decision is not correct. Let me try to redefine the 1 and 1a article because it is from the rules and procedure article 17 with 1a. So in that article it has 1 and 1a rule inside. So that you can you may have read of it. Okay. We are now going to go to the vice-president. So we are going to go to the election in the president's division and to go to the election. Should we be able to go to the president's division. So we a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void the constitutional law. 其實昨晚我已經找了律師 就著立法會近日 以至昨天以至近日一些主席濫權的裁決 包括在二讀限制定了時間框架 以至剛才邱惡軒議員所說的那些移動龍門 一時又說全體委員會和大會是分開的 一時又說不是 等等 以至剛才是否說到他趕我們走的時候 在籍議員都被趕 秘書處也好 主席有沒有做錯裁決 我們正在研究 當然結果就要有些時間 但最少我們現在會 據我們剛才合理的理解 和主席據你的力爭 你補充 我認為主席必須要就著 剛才我所說的 Rules of Procedure Article 17 1a 這條條文 來作出一個很清晰的裁決 而他這個裁決 我提醒他不要亂裁決 因為這個随時會引致到法律訴訟 OK 麻煩 好 麻煩你 麻煩你